近年来,随着我国汽车制造水平的不断提高,国产车也终于走出了曾经的低谷。 并且,我国自主品牌在某些车型的制造上还远超其他车型,如常年位居汽车销售榜首的哈佛汽车,以及在电影中大放异彩而被称为神车的北京汽车等。 这些都标志我国自主汽车品牌发展的良好态势,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,目前为止质量最好的国产自主品牌。 排名第五的是哈佛汽车,五连贯,八连装等都是哈佛在全国销售榜单上取得的优异成绩,良好的性价比,出色的口碑与安全系数,这些都是哈佛能做到这么高销量的原因。 排名第四的是广汽传奇,从2010年推出首款传奇轿车开始,再到成功推出GN5和GS5两款车型。 广汽传奇一路走来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,但是从未改变它们打造质量和合的国产品牌的希望,在安全方面也曾获得2017年度CNCAP的安全关键称号。 排名第三的是东风风神,作为成立于2007年的东风汽车公司旗下的品牌,东风汽车在发动机上多次获奖,并且在安全性能上也有个坚实的品牌爆炸。 排名第二的奇瑞汽车,奇瑞作为老牌国产汽车,近年来也不断在安全性能上做出突破,旗下E3等级, 多款车型都是以安全为基准的神车,固特的设计和理念都保障了安全第一的理念,最后排名第一的是启程汽车,相信许多朋友都没有听过这款汽车, 但是启程汽车作为东风汽车与日产汽车合作的汽车品牌,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国产汽车与日产汽车的优势, 同而在安全性能和质量上远远高于其他的国产汽车,启程汽车的标志也是它的一大特色。